美国藩种族歧视抗议越闹越大 争议更上升到大街美国过去不光彩历史的地步 密西西比州如今成为最新的目标 大学运动东南联盟向密西西比下最后通牒 指如果不改州旗将会受到惩罚 东南联盟是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的第一级别联盟 成员包括南部和中西部的14所大学 联盟指密西西比州必须移除州旗上的邦联标志 否则该州在赛区内的两所大学 将会失去参加大学体育冠军赛的资格 密西西比州是全美最后一个 还在州旗上保留邦联图案的州 由非裔弗洛伊德制死案 引发的最新一轮反种族歧视运动 现在已经开始为整个美国社会带来改变 纸写贴增加了多肤色的选择 哥伦布雕像被推倒了 就连美国总统也逃不过民众的审查 有人说国家正在反思历史是件好事 但同时也有人争论说 美国正在清洗自己的文化 而且并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白宫新闻秘书麦肯尼 上周在记者会上反问记者 华盛顿、杰弗逊和麦迪逊 这些开国元勋 是不是应该因为他们是奴隶主 而从历史上删去? 罗斯福当年修理日本人集中营 是不是也应该从历史上删除? 德国焦点新闻周刊文章指出 几十年来最广泛的疫情 最大规模的反种族示威 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 正让美国陷入混乱 并走向极端化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